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说的太多了 你们现在的生活很好 我不该扰乱你的宁静 一会儿我会抹掉你的一些记忆 快乐平和幸福 我想这是你父亲最希望看到的吧 不 你不能这么做 一个中年女子激动地走了过来 这是张文昌的妻子 叶凡抬头早已感知到她来了 并不感到意外 你没有权利抹杀我们的知情权 不管将来如何 不管结果如何 这都是我们心中一份宝贵的记忆 张文昌的妻子寒泪说道 叶凡当年见过他数次 还去喝过他们的结婚喜酒 一黄眼二十多年过去了 却已物是人非 叶凡 你和文昌是好朋友 只能狠心让我们无知无觉 一切都磨变可干净吗 要知道 这些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份多么宝贵的回忆呀 是的 这些不会扰乱我们的生活 不能斩掉这些记忆 张义退后搀扶着他母亲 叶凡不知道怎么离开的 默默的走了 他没有斩去母子二人的记忆 他们说的对 那样太无情了 他们有权知晓 离开时他留下一些小器物 更有两瓶灵药 他不知还能做些什么 月儿的手机铃声响起 是许穷打来的 按下接听键 刚放在耳畔 叶凡当场惊醒了过来 他变了颜色 什么 你说 你说庞博他 庞博没有离开地球 当得惜这一则消息 叶凡如泥塑木雕般 一动不动 整个人彻底湿化了 正正地看着天空 这么多年来 是谁在与他同甘共苦 是谁在与他并肩战斗 是谁在与他一起纵横天下 是谁在与他生死与共 叶凡身体一阵冰冷 这样一个肝胆相照的朋友 怎么可能会有假呢 如果是这样 这个世上还能相信谁 他心中已一阵空空落落的 庞博若没有离开地球 不曾与他一起横渡星空而去 这将是多么可怕与惊人的事 真若是这样 那么与他一起乘坐九龙拉关而去的人 是谁呢 早在泰山上是就存在了 是自这个世界一起出发的吗 多了一个人 叶凡南南自语 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幕 在清点人数时 青铜棺果中多了一个人 当时惊吓住了所有人 可确实他第一个认同了庞博 原因没有别的他相信庞博 相信那时的感觉 没有觉察到虚假 这么多年来 他到底是谁 扮演下去有什么好处 叶凡骨子里觉得冰寒 这一切让他难以接受 一个生死与共的好兄弟 怎么可能是虚假的呢 出现了问题 我不相信 他对我没有恶意 却知道我的一切 不是真身 怎能如此了结 叶凡一下子摆脱了悲虚 全身都绷紧了 握紧了拳头 虽然回到地球 但却无法放松了 需要破开这种迷雾 他从父母离世的阴影中 挣脱出来 毛子望向远方 仿若置身在了北斗 他的心晋升到了战斗的境界 叶凡一路南下 将揭开真相 看一看 孰真孰假 从心底来说 他不愿意相信 地球上还有一个磅礴 不然这个世间 没有什么人可以相信了 磅礴家的地址早变了 不然 何须许穷相助去查找呢 他自己早就去做了 二十几年改变了很多 他们搬离了原来的城市 叶凡来到了恩室 按照不久前得到的信息 寻到了目的地 他站在一座大楼的天台上 默默的感应 看出强大的神石 进入楼内 神色顿时一阵 看到了庞博的父母 他的父亲身材魁梧 虽然快八十岁了 尽显老太 可是能够看出他年轻时 会有多么威猛 庞博遗传自他都是一个体型 比常人高出两头来 他的母亲白发苍苍 身体不是很好 看起来血气很虚 脸上有一些玉气 唯独没有见到庞博 不算小的房间内 只有两个老人 不过 却能看出应该 还有一对夫妻居住才对 此外还应有一个年轻人 那是庞博的哥哥于嫂子 比他年长两三岁 另一个应该使他的侄子 此时都未在家中 怎么没有他自己的房间 叶凡露出疑色 他暗自道了一声得罪 而后化作一道光 进入厅中 隐去身影 仔细寻找 可并没有见到 庞博生活过的痕迹 目的他神色一阵 见到了一个相框 都是专为死者所用 是庞博的黑白照 叶凡如遭雷击 这怎么可能呢 庞博没有离开地球 却已经死去了 这是他最好的朋友 无论在哪里 他都不希望其有样 他一下子就待在了当场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身体在颤抖 父母离世 连最好的朋友 也顽固了吗 小博的几日又快到了 真快啊 一晃十年了 庞博的父亲感慨 叶凡发懵 庞博死去十年了 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他不能相信 要知道上学那会儿 他们两个的体质 是最好的 怎么会英年早逝呢 二十年前 庞博没有去城泰山 逃过了一切 可是没想到 老天是打定了主意 逃也逃不掉 他的母亲抹了一把眼泪 走过来擦拭镜框 十年忌日快到了 这凶孩子 庞博的父亲轻声 说了一句 而后就不再言语了 坐在那里默默的抽烟 得罪了 叶凡轻语 他探出神时 进入两个老人的尸海 想查清一切 半课中后他离开了 站在大楼的天台上 一阵失神 不相信这一切 庞博死得很蹊跷 竟然是雷击而亡 且是在荒郊野外 难怪他的母亲悲叹 逃过泰山一劫 老天也不肯放过 叶凡整个人彻底蒙住了 这一切都超出了他的预料 上层你这是怎么了 即便庞博真身在地球 并未成作九龙拉关而去 你也不能如此残忍啊 他不知道 是怎么离开这里的 不知不觉间 到了安氏的公墓灵区 望着城牌的碑林 他觉得双脚很沉 而今 他真的怕进这种地方了 这个世上最痛的 莫过于生离死别 这才多少天 又一次遭遇了 在一处松柏苍翠之地 叶凡寻到了庞博的墓碑 他默默地站了很久 而后放下手中的 那一大捧洁白的花 我真的不相信你离去了 叶凡坐在地上 取出一瓶酒 咕咚咕咚地 全都浇在了地上 而后点燃几支烟 都是先抽了一口 而后放在了杯前 怎么会这样 一切都像是一场梦境 我时常在想 在北斗星域的一切 是否为真 而今醒了 却是这样的残酷 叶凡坐在坟前 为自己点燃一支烟 离开地球这么久 时隔二十多年 他重新体味 这种烟雾缭绕的空虚 他很沉默 在桌里坐了很久 整整吸了一包眼 才自语道 说实话 我不相信你死了 而后 又是一阵寂静 他在思索 无比认真地琢磨 像是一下子 想清楚了 祸地站起身来 将一个烟头 重重地扔在了地上 确切地说 我不相信你是真正的磅礡 我的朋友他还活着 没有回来 叶凡眸光犀利 整个人惊起身沸腾 像是要准备进行一场大战 锋芒毕露 与这些日子以来的颓匪天壤之别 这是一场战斗 我会将你们揪出来 先不说 北斗星域那个磅礡的真性情 与他甘歹相照 就是刚才从其父母的石海中所观 也能见到几次疑点 一是他死得太怪了 怎么会被雷劈死了呢 且死时面目猙獰 彻底走行 十年前吓住了很多人 二是性情不一样了 按照他父母石海中所见 这个磅礴行为举止有点诡异 连两个老人都迷惑过 三是他为什么辞去了工作 常年在各地的古迹 与山川出入 却有用不完的钱 四是他为何那么执着 询问两个老人都有哪些血亲 且一个个去拜访 纵然多年未联系 也都登门 总之 他的许多言行 让两个老人都心有疑问 不明所以 只记得有一次 他似乎喝醉了 说他们家族体内有妖神血 当然 那次被老爷子狠抽了一巴掌 将其扇醒了 骂他满嘴 胡说八道 老爷子狠抽了一巴掌